尽管难得一见 但是在水面上航行的船只 还是有可能会侧翻的 这不免让我想到 同样是开在水里面的潜艇 也有可能会翻嘛 它是比水面上的船只 更容易翻呢 还是更不容易翻呢 它是浮在水面上的时候 更容易翻 还是潜到水底下更容易翻呢 我是人称百科全数的火箭术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其实想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得要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它们一开始就不容易翻 是啊 不管是潜艇还是船只 保持不翻是最最基础的要求了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秘诀就在于三颗星 重星 浮星和稳星 重星我们经常听说也很好理解 就是一样物体所受重力最集中的中心 可以把它简单的认为 是某样物体最重的地方 如果我们拿一艘船来举例的话 那么它的重心大概是位于 稍稍靠下的一些位置 因为尽管上层建筑看起来很高 但是船上最重的部分 却都是位于船身底部的 那么浮星是什么呢 又位于什么样的地方呢 浮星可以理解为是浮力作用在这艘船上合力的中心点 阿基米德告诉我们 浮力是由物体排开水的体积所产生的 那么一艘船的浮星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就取决于它没在水下的部分到底长啥样了 当船只还没有东到西外的时候 浮星一般是位于船底和水线中央的位置 在水平方向上正好位于船身正面的中点 落在重心的正下方 和重心一样 两者此时都是穿过了这艘船的正面的中轴线的 好了 该说到稳心是什么 在哪了 它是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 我们不妨稍后再来说它 先来看看重心和浮星之间的关系 重心作用力向下想要让船沉下去 而浮星作用力向上想要把船拖起来 船只最终之所以能够浮在水面上 就是因为浮星的位置始终都要比重心的位置更高下 如果它跑到重心上面去了的话 那就是潜艇面临的情况了 后面咱们会看到的 先来看对这艘船来说 如果它稍稍发生了一些倾斜之后 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 我们先把它转成这样 在目前这种状态下 船的重心位置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还是在原来的地方 但由于船身没在水里面的形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所以浮星的位置就已经改变了 很显然 船身右侧排开的水更多 所以浮星现在又移了 接着好玩的事情就开始了 由于浮星的作用力还是垂直向上 而重心的作用力还是垂直向下 但此时它们并没有位于一条树直的线上 所以这条假响的线 就会在这样一上一下的作用力下 旋转起来 直到被扭回到完全垂直的位置上 伴随着这条线的重新竖直 船身也就自然都恢复到了稳定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翻船是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呢 就是因为船它靠自己就能够把自己给扶正了 对了 顺便补充一句 刚才重力和浮力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矩 就是叫做扶正力矩的 好了 讲到这儿 会不会有人该提醒我了 怎么稳心还没有讲到 如果你有仔细看我之前是怎么转动这艘船的话 就应该已经留意到了 我是将它绕着一个圆心来旋转的 这个圆心就是稳心了 当然这样说是为了咱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稳心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稳心指的是船只浮心曲线的曲率中心 由于船只在水面上做小幅度的左右摇摆时 浮心的移动轨迹近似于一段圆弧 所以我们就姑且先这样来认为吧 它就是浮心转动的圆心 那么稳心浮心重心三者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简单点来说就是啊 稳心在上重心在中浮心在下 而且当稳心越是靠上的时候呢 船只在倾斜后浮正的力弊就越长 力举也就越大 越能够更快地浮正 当稳心位置越是靠下时 浮正力弊越短 力举越小 越慢地将自己浮正 而如果稳心位于重心的下方了呢 那船就必翻无疑了 船只在设计之初呢 就是要仔细地考虑如何分布这三个星的位置 因为它跟很多因素都是有关系的 比如船身的形状 船身底部的形状 仓式的配置 舰角的高度 载重的分配和限制等等 我要是再往下继续讲下去的话 就肯定要露馅了 所以我就此打住了 欢迎专业人士来补充 所以你看 只要按照规定操作 船哪怕是把你晃得再不舒服呢 也是不容易翻的 这点请放心 但是我们人类就是喜欢追求舒适性啊 要是邮轮也像这样 止不住的左摇右耗 你还愿意掏钱出来找掠寿吗 不会嘛 所以通常船只都会采用被动 或者主动的稳定系统来减少摇晃 最常见也是最便宜的被动式方案 就是装在船身侧面 与底部之间的比龙骨了 它像是从中间毫无理由的 突出来的一块东西 但是却能够在船身左右摇晃时产生 湍流 而湍流的力正好与船身摇晃的方向相反 所以能够起到抑制船身 进一步摇晃的趋势 与之类似的呢 还有被动式减摇旗 也是在船身底部伸出来一片像 鱼旗的东西 靠同样的原理来稳定船只 当然说被动式 那肯定就有主动式了 由于空间和价格因素呢 它们通常只被安装在 大型的船只身上 主动式减摇旗 在不用的时候会藏在船身内部 到了该出手时 就会像翅膀一样伸出来 而且呢 还的确是跟飞机翅膀上的操纵面一样 能够对船只的滚动进行调整 另一种主动式的稳定系统 叫做减摇水舱 它通过在船身左右两侧 设置连通的水舱 并控制它们的页面水平 来达到将颠簸靠重力硬压下去的目的 有一种玩敲敲板作弊的感觉 于是不管是被动式还是主动式 加了它们的邮轮坐起来呢 才会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嘛 那么说了半天 在潜艇上情况又会怎样呢 其实当它浮在水面上的时候呢 几乎跟船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浮心在下 纵心在中 稳心在上 当然潜艇的稳心 不太可能设计的太靠上 再加上它的水线面 面积天然就比较小 所能够提供的惯性局呢 就比较小 所以稳定性自然是比船差了一些 这就回答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既然连船都是有可能会翻的 那么比船的稳定性还差的潜艇 肯定也是有翻船 不应该是翻艇的风险了 尤其是大风大浪来袭的时候呢 它比船只还要危险 等等 但是呢 人家会下潜啊 当潜艇下潜时 水线开始注水 所以重心的位置也就开始降低 而浮心的位置 则在排水量的增加下开始上升 最终一下一上 两者换了一个位置 变成了重心在下浮心在上了 而且随着潜艇完全被没入水中 这排开水的形状是怎么也变不了了 所以浮心的位置 最终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从这张图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啊 它的位置几乎已经跟稳性的位置重合了 顺便一起来看看 当潜艇下潜时 这三者之间的变化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水下的潜艇究竟容不容易翻呢 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 把它旋转一下 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 由于重心位置靠下 在重力的重下 潜艇还是非常容易的就把自己给转正了 再加上水下的环境 相对于水面会平静上许多 所以要不是被鱼雷击中的话 它翻滚的概率 应该是要远低于在水面上的时候 你看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于是也就有了 哎 看来还是挺容易解释的嘛 可为什么我做起来就那么难呢 我的潜艇怎么就忍不住的要自己反滚呢 哎 算了 有空我再升级一下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今天 吴风 至于 还有